《音樂監督》 《音樂監督》 我的第一筆錢是導演費 和過往的編劇費 然後要透過不停接廣告回來 我就繼續營運 可以交租 可以買電腦、器材 直到現在我的主要收入來源 都是來自我 這是一個暫時未能改變的局面 但我不灰心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會慢慢慢慢進步 慢慢慢慢會變好 如果對香港影壇有所認識 一定聽過麥希恩的大名 這位導演年紀輕輕就獲獎無數 光環的背後 他還是一間經理人公司的創辦人 2014年 他成立了自家製作團隊DOM Youth 發掘同盤分一班 對電影有熱誠的本地年輕人 DOM Youth是一間蚊營公司 連上樂隊有九個表演者 有歌手、有藝人、有樂隊 真正Admin的同事 就是德在下和經理安娜 然後我們有助理編劇、剪輯剪輯 有一些Sprinance合作團體 當建立DOM Youth之後 其實一直都有一個願景 不如我們試做自己的製作吧 由一個微電影開始 由一個廣告開始 由一些MV開始 陸陸續續做了很多不同層次的微電影廣告 公司在做甚麼 其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界線 從公司名字透露 我們都是DOM Youth 我們都是一定程度的 愚蠢和瘋狂的年輕人 由編劇導演變身成為經理人 我輕因為的不是賺錢 因為經歷過電影行業的種種艱辛 他希望為年輕的同路人 建立一個遮風擋雨的地方 對於年輕人來說 如果他們很想演戲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機會 為了機會 就算他們知道那件事 不是很多錢 或者未必在保護他們 他們都可能會嘗試去演戲 都有聽過一些Case 就是拍戲的時候受傷 但是沒有合約 那就沒有保險 沒有任何東西去保障 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幫到他們看判合約 都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告訴你 其實你應該開工開幾點 或者你應該收工收幾點 很基本的東西 其實可能他都未必知道 我學會怎樣看合約 我自己為自己看的同事 就幫他們也看 要創辦一間公司 除了講心 還要講金 DOM Youth DOM Youth並沒有龐大的收入來源 做靠山 為了折省成本 麥希恩只是聘請了一個助理 和他一起處理所有的管理工作 在公司沒有製作的那段時間 他還擔當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 就算我公司沒有製作也好 我自己也會有辦法 可能我幫人拍攝 我管製作 又或者我可能會寫一個劇本 令到我有一個主要收入 令到這間公司繼續運作到你 我都沒有想像過 要有一天可以賺錢 到第三年 我們才由演員提出 不如還給公司 當時的心態就是 我們想繼續做下去 我們想繼續有得做 要兼顧編劇導演的工作 同時營運公司 麥希恩坦然 有過一些艱辛的日子 但為了這班仍然有夢的年輕人 他選擇再困難都堅持下去 如果他們是一塊玄石 那我就會發現這塊玄石的人 那我夠了 最近我公司的演員沈家琪 做了一個電視劇叫做《教速》 飾演阿慎仔 偉浩就是剛剛演員分內情 飾演少年陳錦雄 林耀昇去年拍了好幾部電影 有《入鐵龍》 有《兄弟班》 我的樂隊《The Bright Nights》 有一個新的作品 未來會面世 也為了我的電影 寫了一首主題曲 由Semi主唱